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與蔡總統視訊會議 表示兩國將永遠並肩 作為民主之助 川普發表最新演講呼籲和平 強調暴力違法都非美國立場 河北疫情惡化 中共切斷北京與河北的陸路交通 香港國安處週四清晨拘捕11人 其中包括聲援反送中的 保護傘餐廳發起人黃國彤律師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台板間 8點新聞 中文字幕提供